儿童节前夕新竹国际青年商会来到新竹县北浦乡的北浦国小 受到校长王应之的热烈欢迎 青商会这次带来白米、文具等物资 要给小朋友当一个最棒的儿童节礼物 我们这次捐赠了白米、五金、还有一些文具 是来关心一些我们新竹县市的一些偏乡的儿童 因为偏乡儿童他们毕竟应该是隔代教养会比较严重 所以说我们送一些他们平常日需所需的物资 来帮助他们 然后也很谢谢我们王校长来关心这些儿童 因为偏乡毕竟他们的隔代教养会比较严重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文具 他们会比较无法妥善的去完全的采购到 然后白米这部分是让我们希望说学生回家 搞不好因为有时候父母外出工作 有时候会没有没有那个时间让他去买食物的话 这个是回去帮忙他们一些东西 我们目前这一次捐赠在北埔有捐赠300多份 可是我们昨天有去新光部落里面还有去嘉兴国小那边 我们这一次预计要捐赠差不多500多份 打开文具包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文具 有立刻带有橡皮擦原子笔跟自动笔 都是学生上课时非常实用的文具 而五斤的白米更是可以让学生带回家 小家庭可以吃上一个礼拜不是问题 非常感谢青商会这一次自赠我们全校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包五斤的米 还有一组非常精美的文具礼盒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 第一个一定是健康 因为白米对孩子来说就是维持健康的一个重要金本元素 那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文具组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好好学习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具体 而且应该是很有成效的儿童节礼物 我们非常感谢能够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制证 今天的儿童节因为武汉疫情的原因 少了许多大型活动 不过民间团体的爱心 还是让这个儿童节充满了温暖 北浦国小棒不棒 棒 改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